宗教儀式 虽然知識分子都不體重宗教儀式、禮儀和慶典 但是它對大眾卻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性 因為它能夠建立人們對宗教的獻身態度 並獲取精進的靈感 對很多人來說獻身是投入宗教最重要的第一步 假如佛教沒有了獻身和文化架構作為支柱 佛教徒將會轉信其他宗教或信仰 即使他們對這種信仰是極端迷信或盲從的 宗教必須具備一些武害的儀式 或者合理的禮儀 來讓信徒表達他們對獻身精神和心靈的感受 很多佛教儀式都能夠為其跟從者 培養良好而有樂觀的態度 使得信徒從而變得更具忍耐心 更加懂得體諒別人 而且更富教養 當信徒以一種明瞭和虔誠的態度 來奉行儀式的時候 這一種儀式 通常能夠加強信徒對宗教的體認 佛教如果缺少獻身精神 將會變得冷漠 孤立 而且學術化 在節眠的程度上 在節眠的部份 它是在節眠的 我認為 這些人 沒有 這是 我認為